好 謝國良 謝國良在辦美案 現在是已經完全告一段落 那在晚間六點的時候 快報紙已經全部開票完畢 那謝國良大約在六點的時候 他也來到了 金融市黨部跟大家來感謝 同時他現在還在進行車隊的掃街 那剛才其實在這個整個 他上台致辭的時候 是情緒有兩度的哽咽 落淚 相當的激動 因為他講到說 他非常感謝的就是 他的上帝信仰式支撐 他一路以來走過來的力量 剛才他也在台上支持的說 兩度能給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的這段畫面 我要來深深感謝我的上帝 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金融 加油 金融 加油 謝國良 謝國良 加油 國良 謝國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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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跟大家報告 這一場選戰的確他的過程 並不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 謝國良他在台上 這四兩度的哽咽落淚 那旁人是不斷的擁抱 給他更多的鼓勵 因為他說講到信仰 他就會很感動 那其實這一次的罷免選戰 落幕了之後 謝國良他說其實這個罷免團體 也不是輸家 因為他接下來就會馬上 施電給罷免團體的罷免案 領銜人戴錦安 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將來 邀請罷免團體到市府 來進行溝通 對於未來 基隆市政的過話 是不是有些討論的空間 他希望大家可以回歸到 平和的對話 他也強調說 接下來會全新的 毫無保留 回歸到市政 希望市民給他更多的機會 來協助基隆 以上是我們在市黨部的最新情形 所以我也希望他的愛 能夠充滿了這座城市 以及所有的家庭 談到信仰 忍不住哽咽 謝國良挺過罷免 大驚嘗食 滿滿國旗海 上台深深一鞠躬 這身索的眉頭 總算能放輕鬆 今天的結果 不是屬於國良一個人的 是屬於全體基隆市民 我們對於基隆民眾 我們一定會用生命 來守護大家 也感謝朱立倫 馬英九 韓國瑜 和來站台的藍營縣市長 因為同意罷免票數 由69,934張 沒達77,700張的門檻 不同意罷免 高達86,014張 比同意票多出了 16,080張 而這個數字 跟2022年市長選舉 謝國良拿下的 96,784張票相距不遠 我也在這邊 跟大家來承諾 我們一定會用謙卑的態度 在未來持續地 跟我們公民團體 表達密切的聯繫 我在下週也會親自地打電話 給我們的罷免領先人 戴景安先生 親自地去拜訪他 另一頭差量行動現場 激分低迷 那雖然結果 並不是那麼盡如人意 很抱歉 讓大家失望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聲音 已經被市長 還有所有的全國人民 被聽見 有人甚至在台上使勒 這一次我們可以有公民的力量 在沒有任何政黨奧援的情況下 讓國民黨 請盡全黨之力 派出各黨 黨中的高層都來基隆 挺過罷免挑戰 謝國良的市長寶座安穩到2026年 TVB新聞 基隆財務報導 市長加油 基隆加油 請投下不同意票 這句市長加油 投下不同意票 讓一旁的謝國良 顯得有點尷尬 因為在投開票期間 公開支持的行為 可能已經踩到選霸法紅線 有議員公開說錯話 也有民眾出現脫序行為 在欺賭區的投開票所 有人蓋完選票後 將票對折拿出 並在現場大叫 經過工作人員制止無效 隨後又將對折的選票量出來 投票前戲 除了開票現場有狀況 也有網友在社群 留下自己的投票傾向 結果竟被其他網友威脅 遭到威脅恐嚇的 還有山海公民拆量行動聯盟 一名網友12號的IG粉絲專頁留言 威脅罷免成功 就要丟汽油和糞便 警方接獲通報後不敢大意 查出這名網友 是一名27歲嚴姓男子 13號一早將他帶回 道案說明 有選民被恐嚇也有男子投票期間 剛好遇到轎招 家長指控單位不會主動讓人返家投票 對此軍方表示沒禁止 而是需要主動提出申請 投開票期間違規恐嚇行為還真不少 但激情過後面臨的 可是無情的法律制裁 TV新聞 劉新惠楊琦 基隆採訪報導 酷梁之夜下著雨 交不息藍營士氣 全黨挺謝國梁 黨中央到縣市首長 全出動 淋雨相挺 隔一天開票結果 這雨沒白淋 謝國梁順利挺過罷免 選者分析有四大重點 罷免正當性不足 全黨就一人 柯文哲的金華城案 正好把罷免案熱度充淡 再來就是東岸商場 基隆市府四度勝訴 我們黨近一兩禮拜來說的話 都精銳進出 然後頻頻的大咖 幫謝國梁去站台 所以穩住了 謝國梁的局面 基隆市政府 在整個訴訟的過程中間 他有四連勝 這個部分當然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因 而且特別能夠抵消 罷免團體 罷免的正當性 票數不懂一票 大大高於同意罷免票 只是先前就有各種分析 謝國梁罷免案 只是綠營大罷免時代的 勢金時 罷免成功與否差別 只是在氣勢的肖長 如果罷免成功 罷免立委可能就是遍地開花 如果今天罷免失敗 可能採取的是重點打擊 這次惡霸的結果 證明了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曹野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善意的溝通 兩邊能夠增加互動 能夠盡快的和解和諧 才是國家之福 雖然這回挺過了罷免 但藍營立委認為 不代表民進黨罷免戰就會松手 而其實早在謝國梁罷免案投票前 就有其他公民團體醞釀罷免 目標鎖定台中三席 如系星科立委 喊出敲鑼斷鍵廢響口號 網路上有各種宣傳站已開打 可以想見基隆罷免只是開端 就當給未來的罷免站 當個經驗談 就是今年六月 民進黨宣傳反濫權的基隆廠 前市長也是身間秘書長的林悠昌 親自主持 但現場還有罷免團體連署站 因為當時罷免案的第二階段截止日 倒數中 儘管林悠昌多次宣稱黨沒介入 不過張其四國梁批評沒少過 本來一輩子在管漁船的 被調去管公車 如果沒有人才的話 就算有錢也只會幹純事 有人罵月票政策誰推的也幹 謝國梁罷免案看起來 更像是前後任的市長對決 或許對林悠昌來說 這也是自己是否能選 新北市長的關鍵 畢竟就算罷免案未成 雙方若差距不大 也能累積籌碼 縱觀過去未成案的罷免案 唯獨黃捷是不同意票 多於同意票 其他三人蔡振遠 黃國昌跟林長佐 都是同意票高於不同意 而這三位都未拼連任 萬一他投票率太低的時候 地空飛過的時候 他就會考慮說我要不要自己選下去 所以對謝國梁來講 他必須要拼至少這個面子的這個部分 對謝國梁來說要不要拼連任 票數差距勢必是考量因素 這次國民黨請全黨之力 不只要保住謝國梁 當然也是他的零任路 我們的主要訴求還是要訴求 把不同意罷免票 把他整個要催出來 要超過同意罷免票 我覺得這件事情 才會更有意義 如今票數達到謝國梁目標 不只過門檻 還超過同意票一萬多張 謝國梁的市長位做得更穩了 TVB的新聞 張家寶串柔 台報道 見面 在這裏 找上 在這個裏 請 不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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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